批哥李佳琪 李克勤产生分歧 李克勤当着几千人的面直接不给面子 愤然离场 网友太解气了 在最新一期的披荆斩棘的各个节目中 一场出乎意料的冲突震惊了所有观众 知名直播带货达人李佳琪与实力唱 将李克勤在节目现场产生了激烈的分歧 面对几千人的观众 李克勤竟然直接不给面子 愤然离场 这一幕让现场气氛瞬间紧张 分歧爆发 火花四溅 原本温馨和谐的节目录制现场 突然隆上了一层紧张的氛围 随着话题的深入 李佳琪与李克勤这两位在各自领域内 享有剩余的嘉宾 意外地在某一敏感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李佳琪 以金敏锐的洞察力和独到的见解著称 对于该话题持有坚定而清晰的立场 他条理清晰地阐述着自己的观点 每一个字都透露出不容置疑的自信 而李克勤 作为乐坛的长青树 不仅歌声动人 性格中也带着几分直律与不羁 面对李佳琪的论述 他并未选择沉默或附和 而是以一种近乎挑战的姿态 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 李克勤的言辞中充满了激情与力量 他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剖析问题 却也在不经意间触动了李佳琪的坚持点 两人之间的讨论逐渐升温 气氛变得剑拔弩张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场原本只在交流思想的对话 逐渐演变成了一场观点与情感的较量 李佳琪坚持自己的立场 不愿有丝毫退让 他的眼神中闪烁着不屈的光芒 而李克勤则显得愈发激动 声音不自觉地提高 每一个字都像是重锤 敲击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心 就在这样的僵持之下 李克勤做出了一个 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决定 他猛地站起身 眼神中既有失望也有决绝 仿佛在这一刻 所有的耐心与克制都已耗尽 没有过多的言语 也没有给李佳琪任何缓冲的机会 李克勤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 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录制现场 留下了一片惊恶语意问声 这一幕 无疑成为了当晚录制中最震撼人心的瞬间 他不仅暴露了两位嘉宾 在某一问题上的深刻分歧 更引发了人们对于尊重差异 理性讨论重要性的深刻思考 在娱乐圈这个光鲜亮丽的舞台上 这样的分歧与冲突虽不常见 却也提醒周我们 即使是在追求共识与和谐的道路上 也难免会遇到火花事件的时刻 网友热议太解气了 随着节目录制现场那震撼一幕的曝光 网络空间迅速被一股强烈的情绪所占据 网友们纷纷涌入各大社交平台 就这一事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时间太解气了 成为了最热门的网络词汇 他不仅是对李克勤勇敢表达自我 不随播主流行为的由衷赞叹 更是对长期以来娱乐圈中或细腻文化的一种无声反抗 终于有人敢在镜头前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众多网友如实感慨 在这个信息爆炸 舆论复杂的时代 能够保持独立思考 勇于在公众面前展现真实自我 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李克勤的这一举动 无疑为那些长期压抑内心真实感受的人们树立了榜样 激发了他们追求真实勇于表达的勇气 李克勤的直率让人佩服 不迎合的态度真的很酷 这样的声音在网络上此起彼伏 网友们纷纷表示 李克勤的直率不仅展现了他的个性魅力 更体现了他对自我价值的坚守和对真理的追求 在这个充满虚伪与逢营的社会里 他的不迎合态度如同一股清流 让人眼前一亮 心生敬意 人在一片叫好声中 也不发一些理性的声音 有人担忧 这样的冲突会不会影响两位哥哥的关系 这样的担忧并非多余 毕竟在娱乐圈这个复杂多变的圈子里 人际关系往往迁移发而动全身 但更多的网友则认为 真正的友谊不会因为一次意见不合而轻易破裂 相反 他会在经历风雨后更加坚固 他们相信 李佳琦和李克勤作为成熟的一员 能够妥善处理这次分歧 继续以更加成熟和包容的心态面对彼此和观众 总之 这一事件不仅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热议和关注 更深刻的反映了当下社会对于真实直率态度的渴望与追求 他提醒我们 在追求和谐与共识的同时 也不应忽视个体的独立思考与真实表达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共同构建一个更加真实 多元 包容的社会 真实情感 勇敢表达 在披荆斩棘的哥哥这档充满挑战与温情的综艺节目中 真实与勇敢始终是贯穿始终的主题 他不仅仅是一场才艺的较量 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让每一位参与其中的哥哥都能够在镜头前卸下防备 展露出最真实 最纯粹的自我 这次的分歧事件 虽然突如其来 打破了原有的和谐氛围 但他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 深刻诠释了真实情感 勇敢表达的内涵 面对不同的观点和立场 李克勤没有选择沉默或妥协 而是勇敢地站了出来 用自己的行动表达了对真理的坚持和对自我的尊重 这种敢于面对分歧 勇于表达真实想法的勇气 不仅赢得了部分网友的喝彩 也激发了更多人对真实情感表达价值的思考 披荆斩棘的各个节目组深知 在这个充满伪装与面具的社会里 真实与勇敢是多么难能可贵 因此 他们始终鼓励哥哥们在节目中展现真实的自我 无论是欢笑还是泪水 成功还是失败 都应当被真实的记录和呈现 这种对真实情感的追求与尊重 不仅让观众看到了哥哥们更加立体 多维的一面 也让他们在观看节目的过程中找到了共鸣与力量 更重要的是 披荆斩棘的哥哥通过这次分歧事件 向观众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在人际交往中 真实情感的表达是建立深厚关系的基础 只有当我们敢于面对自己的内心 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时 才能赢得他人的理解和尊重 进而建立起更加坚固和真诚的友谊 因此 无论未来披荆斩棘的哥哥还会遭遇多少挑战与分歧 我们都相信哥哥们会继续以真实 勇敢的态度去面对和解决 而观众也将从他们的身上汲取到更多的正能量和勇气 去勇敢地表达自我 追求真理 拥抱真实的生活 后续如何 锁定批哥揭晓答案 观众最为关心的莫过于李克勤的 李厂对节目整体氛围的冲击 作为节目中备受尊敬与喜爱的嘉宾之一 李克勤的这一举动 无疑给节目增添了浓厚的火药味 也让后续的每一刻都充满了未知与变数 节目组将如何巧妙地处理这一突发事件 既保持节目的连贯性 又尊重每位嘉宾的真实情感 成为了摆在制作团队面前的一大挑战 再者 两位哥哥李家琪与李克勤之间的关系走向 更是牵动着无数观众的心弦 是这次冲突将成为他们有意的试今时 让彼此在相互理解和包容中更加坚固 还是因此产生难以弥补的裂痕 让曾经的并肩作战成为过往云烟 这一切的答案都将在批哥的后续节目中逐渐揭晓 而更深层次的 这场冲突也引发了观众对于节目本质的思考 披荆斩棘的哥哥不仅仅是一场才艺与勇气的较量 更是一个展现人性光辉与复杂情感的舞台 在这里 哥哥们不仅要面对外界的挑战与压力 更要直面内心的挣扎与成长 李克勤的离场 或许正式节目希望通过真实事件 引导观众深入探讨人际关系 情感表达与自我认知等深层次话题的契机 因此 对于所有热爱批哥的观众而言 接下来的每一期节目都将是不可错过的精彩 锁定披荆斩棘的哥哥 让我们一起见证哥哥们在冲突与和解中的成长与变化 探寻那些隐藏在幕后的真相与感动 在这场充满未知与挑战的旅程中 让我们共同期待每一位哥哥都能以更加坚韧不拔的姿态 披荆斩棘 勇往直前 还能够行权相与冲突与 LD的 solemn方案 加制定按钮 准时 声主 加炎 拇心